我們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訪問優秀學員 今天這位是大家上個梯子到現在話題就不少的一位新人 第11梯上課的時候在CG班 然後我就第一次義勇軍練習 那時候義勇軍練習是什麼 我記得第一次是看頭像 大家的頭像練習 然後我看到都非常驚訝 因為那個技術很成熟 上我的課的同學大概70%左右是新手 另外的30%可能是已經有技術水平的 當中當然大概10%到20%之間是實力很不錯的 可是實力不錯當中 這裡面有沒有那種一看到會讓我覺得很亮眼 這個畫的蠻好的 畫的真的是讓我覺得是 我會按右鍵存圖的衝動 第11梯子出現了一個 這位同學他的筆名叫育千 我在我的FB粉絲專頁那邊 我發實況公告的時候 我有直接用他的粉絲專頁的連結 如果你們想要更了解他的話 可以去回頭爬一下那一篇 我的實況公告 有連結可以點 在他 因為他已經在旁邊準備了 在他開始 待會兒要介紹他之前 讓他自己來聊聊他自己之前 我們先看看他的作品 這個是昨天我跟育千跟他講 一定要拿出一些你的作品 然後端一些出來讓大家看看 我當時第一次看到他的上課練習作品 就是頭像 那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莫名其妙的要畫那種雙馬尾 一開始這麼優秀的學生跟著學壞 那是不對的 我都在立刻把它那個行為導正 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是這一張 就是在上個T4CG班 然後在頭像課教來是這張 我看到我是真的愣住 這很漂亮耶 而且很多技術的觀念 美感都很卓越 這個是看得我是很驚喜的 只是說 戴這個耳機就不對勁了 就會一看有時候會覺得 這個怎麼一下子第一時間被污染了 到底是誰幹的 然後後來他的在那個 上課的時候他有下一個練習作品 他的第二個作品是 那個時候有同學 好像因為我在介紹神筆三 我說神筆三其實是一支很好用的筆刷 可是純日系的同學 純日系愛好的同學 基本上他對神筆三就是厭惡 對他們來講 噴出來的顏色越柔越好 因為好像日系裡面不帶筆刷材質的 所以有很多同學對神筆三是厭惡的 那我就開了一個指定作業 如果任何同學 你要畫頭像 然後你要神筆三去畫 當時被我點名到的那幾個 上課比較叛逆的那幾個傢伙 用神筆三去畫 可是玉謙也自己主動的練習 他用神筆三自己也畫了一幅 這是他畫的 用神筆三畫的 整個畫面的很多地方痕跡 都是神筆三畫的 我看也是要感動 你們那些屁孩 我上課跟你們講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價值 你們都不太信 那一定要看人家優秀同學做的示範練習 你們才相信 到底你們信他還是信我 注意一下 很多東西 我一開始跟你講很多東西很好用的 但是你們都要看人家那個示範出來的 他大大好厲害 你們有沒有講過你們也可以很厲害 都不練 這是一個個欠打 好 一邊也抱怨一下 這是他第二個練習 我看到這個用心 一般參與這種練習 有些被指名的 搞不好都還沒畫出來 但是沒有被指名的 練得很積極的 那我都看在眼中 這個用心程度很好 而且配上這一身畫機 值得關注值得栽培 好 那我來把整個圖先帶大家瀏覽一次 因為有些圖我也沒看過 那他自己是說每個都什麼黑歷史 黑歷史這樣 那我是覺得很多都畫得很優秀 來我們先看他後來再畫那個角色 全身角色的部分 在第11T次 應該說12T也會一樣 就是要會有幾個同學去設計角色造型 那上課就會開這種練習 練習畫下去之後 我會挑最優秀的幾個 當成範本 然後大家要跟著這個範本畫造型 因為有很多同學還不會設計 可是課程可能已經進展到 你需要能夠畫全身角色 你還不會設計 那沒關係 你就想著 就用同學的優秀的範本 你來畫 那他那時候他兩個幾乎都 我記得這兩樣都入選吧 來他畫的那個遊俠 然後畫的那個就是黑歧視 這兩個都全入選 就是都變成範本 然後這是他自己的東西 上面有壓日期 這一張可以看得出是2018 3月14 對不對 他的美感 美感其實就已經看得到了 我覺得現在更穩定 現在的美感更卓越 可是那時候其實就看得到樣子 在這張的你要就2017 那就是距今大概兩年 不對一年多是不是 那如果說我覺得一個人在2017 8月 這張相對你要說他是黑歷史 我比較信 2017然後到後面2018 一年間的那個計法的差異 差到這麼多 我會 我就覺得進步幅度很大 那進步幅度快 這個並不是說誰誰誰的特權 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只是說你們一定要看到人家很好的表現 你才相信自己有可能 來這是他的圖 這個是 待會我們再來好好問他說 這個到底是畫來 是不是那個中秋節應景的還是怎麼樣 因為有中國味 然後又是 又是 那個兔耳朵 好 這是後來我在那個 那個 這是我在他的那個粉質專頁看到的 全冷色 來 Q版 好 這是他 之前我們實況有 應該說有一次追加實況有改到這一張 就是那個 玩著海報的部分 然後 有些什麼地方要挑 也是真的 很用心在學 所以 我跟他講 就是我在示範的時候 我說改哪些地方真的都有改上 然後改上之後整個那個景深空間感全部出現 然後角色也整個跳出來 非常好 專業程度出現 好 這是我們之前就討論過的這一張 他就是 我記得是金賞了對不對 就是 上次的那個 那個 玩著海報練習 然後金賞 而且是二連霸對不對 好 這是剛剛看過 我們再往下看 來 審筆頭像 這張 這張應該也是兔母郎吧 然後我有觀察他的畫法 就是 這張有一些東西很不錯 很可貴的 就是在很多畫日系的 不見得有辦法那麼快 領悟這種畫法 就是比較像這種 比較抽象概略的呈現方式 直接把效果帶出來 這個是很可貴的東西 然後 一個繪師 要讓你印象深刻 就是他的角色 場景除外 場景要記很難記 但是一般就是 大多數那個人畫的好的 就是他角色很容易讓你記住 你就感覺到好像就是 某一個 那個藝人經濟公司裡面 出來的那些藝人 就是都很有記事感 好 那這一張我自己在 1月25 這時間上我有點對不起 因為有些技法很成熟 然後有些 有些看起來就是好像不是用現在 就是 有些看起來是用新的技法畫 有些看起來技法好像還在摸索中 好 整個RUN一圈 這個就是裕籤 好 現在裕籤他在居家線上 裕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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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籤在嗎 可以開麥克風了 不過我再猜他大概慢個幾秒 稍等一下 哈囉 嗨 裕籤 嗨 來 你把實況的聲音關掉 好 因為你這樣會有兩個聲音 OK 對我剛才 你把實況的聲音關掉 然後就聽居家這邊 好 來裕籤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 非常緊張 不用擔心 放心 一切交給我 現在我先 來 先問你第一個問題 我慢慢的用問題的方式來 讓大家更了解你 好不好 好 那你在之前有被訪問過嗎 沒有 完全沒有 你原本我記得你有在畫同仁 對不對 同仁 那同仁我記得他們有一個 好像是類似一個頻道 然後常常在線上 就是可能有點廣播那樣在訪問同仁 那你還沒有被訪問過嗎 你說 是動漫我要聽之類的嗎 那一類的 我記得好像有兩三個這種頻道 你知道吧 應該吧 沒有啊 還沒還沒機會 那好這一次也當成一個預先 我相信之後你也會有別的機會會受訪 那 我現在 一邊也把畫面分享給你看 你現在看我這邊的畫面 我現在秀的就是你的圖 所以你不用 你實況那邊的他們 就是那個觀眾們在講的內容 你要記得他們 反應是六秒到七秒後 他們才會聽到我們講的 OK 所以他們會慢一點 我們講的話 他們會大概六秒七秒後才聽到 好 那 來 這邊有重要的幾個問題 大家好奇的 來 首先你是 本科系的 你是本科系的學生嗎 不是 是美工美術什麼都不是 不是 好 那你原本的學校 高中念的是什麼 原意 完全無關 原意 這個 我遇過很多會師 然後 他們都是 都不是本科系的 那 我已經 就是我聽過很多的案例 好比說我遇過一個 唸正大財經的 一個話長頂的大手 然後我遇過那種 就是唸法律的 然後我前輩裡面有那種就是 對我還有一個同事 以前的那個前同事 到英國 英國學醫 注意喔是真的是學醫的 醫學相關的 那 基本上我有一點見怪不怪 但是我沒有想過會聽到原意 這個科系跑來當會師 好 那 你會選當時會選原意 因為你 以你畫的這種圖 我相信你這個圖一定是從小畫的 對不對 從小在畫 就喜歡吧 對對對 好 那你後來有沒有想 因為你竟然在那個高中高子那個階段 你沒有想過說念相關的嗎 沒有 因為我 我分數不夠 所以這個分數有差 對不對 對啊 但是那個什麼 免試 免試 不知道是什麼 總是反正就是 那個有他的門檻就對了 對對對 單字填一填就可以了 然後就看人家中哪一個隨便 然後念哪個都沒差 你有 你有因為不能念相關科系而比較失望嗎 有一點那個時候 所以有失望 那時候 那時候 原意是你 非填不可的科系嗎 還好 還蠻喜歡的 還蠻喜歡的 有點興趣 然後離我家蠻近的 哦 OK 反正你填的時候基本上也沒有排斥了對不對 對 好 那 開始念之後你有非常就是懊惱說 有沒有想過 因為我知道就有 我有認識一個會議師是他一定要念 就是以前我一個前輩他一定要念美術系 然後 然後他沒考上 後來他就 他不知道原本哪個 反正他不知道考上哪個科系 總之他就半休學 再重新去考 再考上美術系 然後再開始他的 他認為這樣才能開始 那 你沒有 你就是直接 反正 你就是自己愛畫就可以 對嗎 對啊 嗯 那你在 你家裡 你家裡對你的畫圖的態度是怎麼樣 嗯 愛畫就畫 愛為的為啊 所以沒有再跟你講 畫圖不行打 這樣之類的 不會啊 嗯 那 呃 他們會看你的圖嗎 應該這樣講 我能不能問一下有沒有 你有沒有哪一個家人是 你最信賴的 甚至會跟你交流畫圖相關的東西 哦 媽媽吧 你媽 你媽媽會問你 就是你畫的圖 她是會看 會跟你交流分享 哦 我覺得他 他會 他如果可以的話 他應該會拿起來填吧 他這麼喜歡你的圖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啦 他都在跟我說 哇你畫的好可愛哦 這樣子 哇 我沒有 我跟你講我媽不是這個類型 在當年 當年的我 我的我媽也不可能這樣 大概話不打我就不錯了 那 你家裡除了媽媽以外 其他也都 是這個態度嗎 他就普通啊 就是也不會反對 也不會特別去就是跟你畫圖 就是酸你幾句 不會 小時候偶爾就是 嗯 小時候會哦 我可能不乖吧 等一下 那我們納悶的事情是 一般 孩子在成長當中啊 都是小時候畫圖會被鼓勵 長大後畫圖會被酸 應該是反過來才對 可是你的狀況剛剛好是不一樣的 對啊 那他們怎麼 因為是這種 很多同學在家裡他畫圖的狀況啊 其實遇到很多家裡的阻礙挫折 那 你 剛才也講 就是小時候可能有被酸過 那他們是怎麼酸你 還是說你看你願不願講說 是哪一個家人 然後他是怎麼個酸你 你要不要說一下 有時候我就會說 只要尾斗啊 之類的 這好像還好 因為好像他這個尾斗 這個可以換成任何一個 只要尾斗之類的 這好像還好 感覺好像你並不是在一個有阻礙的家庭 沒有說太那個 嗯 好 那你 小時候在畫圖 你大概什麼 你有沒有印象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很認真的畫 很認真 我會認真是說 好比像你們畫 像日系風格的其實都會畫一點漫畫 對 小時候一定會畫漫畫對不對 真的 好 那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畫漫畫 塗鴉也一樣 就只要畫 有格子有對白什麼的 大概那個就算是認真畫了 嗯 小小四 我畫我家的那個 我畫那個什麼 倉鼠擬人的那種漫畫 已經可以畫到擬人了齁 好奇怪喔 不會啊 我覺得我小時候是畫機器人 畫七龍珠北斗神泉 你知道北斗神泉是什麼嗎 嗯 你知道你看過嗎 沒有 好OK 好那個年齡的差距 好 那 那你那個時候畫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作品 動漫作品 因為我們也是都看動漫作品長大 那你那時候什麼作品影響你比較重 在你小事的 就是在小時候那個階段 嗯 嗯 就會暴露年齡嗎 不會不會 放心 我記得小時候大家都喜歡看 嗯 你就算講七龍珠 現在還是有人看啊 沒有我都看少女漫畫吧 少女漫畫 眼睛都畫的很大那一種 可是少女漫畫其實現在 現在眼睛大的也還不少 而且有時候 我在跟人家討論說少女漫畫的標準 我都用眼睛大小來說 我說以前古老的漫畫 眼睛很大顆 嗯 也有別人跟我說他們看的呢 難道他們看的就是那種古老的漫畫 沒有一比較 我發現沒有那個眼睛小很多了 所以你講的 你認知的少女漫畫跟我小時候看過 可能還是不一樣 那好 假設 因為你畫這個 你知道你畫的是男性像的圖吧 對 好 那如果說我們少女漫畫先撇開 因為我自己比較不熟那個領域 如果說一般動畫漫畫少年類型的 就是比較大家熟知的 你是被哪一個作品在小時候影響比較深感動到 然後哇這個很精彩很刺激這樣 我沒什麼印象耶 一般在畫圖我們看到很多日本的漫畫家 因為我知道最多是日本的 他們小時候可能被很多東西影響到 我只有知道有一個完全不看漫畫 然後後來是大神的 那一個叫做鳥三明 你知道他是誰吧 基隆珠的 對 他是比較另類 但其他我後來知道的很多大手 他們都一定有什麼作品感動到他 好 假設年紀不是國小 到國中好了 那國中有沒有作品感動到你 國中 還是你一路以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影響你 不會吧 應該都一點點一點點 但是沒有很深刻吧 好 這個旁邊有人 旁邊有人 誰先被問了 那喜歡看BL嗎 我同學都會叫我看BL 但是 好那我問直接一點 你是婦女嗎 我不是 好 那我放心 那我們繼續 來 那所以你並沒有說很明顯被哪個作品影響 然後去模仿哪個作品 沒有嗎 嗯 還好耶 就這個這陣子看到這個 啊不錯 然後我就畫看看這樣 然後下 下個時期畫別的這樣 那說一下吧 就是說一下大概是你 舉例來講 你這陣子看哪個不錯 然後你畫哪一個 對啊 舉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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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好比我來講 我真的 那幾年我都在畫七龍珠 那幾年都在畫貝頭神犬 那幾年都在畫貝頭神犬 我覺得小女生應該就是 對啊像那個 眾村有菜啊 少女漫畫 好好好 有這個我聽過 好 那 你只有那個就是 學漫畫家 你沒有說一定被哪個作品影響嗎 我 當然我這麼堅持這麼問 是因為 一個 畫技優秀的人 你要是說他沒有一個 一個怎麼講 就是 感動他的一個作品 我是非常難以自信的 我的話就被一堆東西感動了 亂七八糟 一路的感動 然後到後面就 當然我畫的東西 後來就沒有這些影子 我 我不知道 小時候家裡沒有 沒有第四台 有啊 現在很多人家裡還是沒第四台 你看那個 我們那個就是那個 繪斯 跟一樣日系的那個韋哥家裡 沒第四台 一堆 所以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你接觸不到其他的動漫作品 看很少耶 搞不好是我忘了 有可能 你終於有沒有被打過頭之類的 什麼都忘記了 我很容易忘記 好 那 你 因為你的風格 然後你也有跑同仁制 對不對 同仁場 沒有 你完全沒跑同仁場 沒有 沒有 那我好意外 因為我記得我問你的時候 你有 你好像有接一些同仁的委託 是嗎 那個是 委託 哎買斷的那一種 對啊一樣啊 就商業稿子也都給你買斷了 好 那委託 然後畫了 你也沒有去現場 沒有啊 你沒有去過任何一次同仁場 我上次上禮拜去一次而已 這輩子就那一次 哇 我以為你會在那邊就是 那我這樣想也難怪 因為我想說 你的 你有接觸同仁 然後技術這麼好 理論上應該有要有 有頗具知名度才對 那才襯得上你的畫技 可是好像 我真的是蠻意外 第一個你沒有 所謂靈魂作品 就是那種 有什麼給你靈魂深刻的影響作品 再來你沒有跑同仁場 我太意外了 好 那 你練圖的方式 你是說自己這樣 就是看著畫嗎 還是說你有自己什麼樣的 練圖的個人的技巧 個人的模式這樣 我應該就 老師之前不是有講說用便利貼嗎 對 我會用那個 所以你以前就會用便利貼去提醒自己 我貼在那個螢幕附近 好 這真的是讓人感動 因為我想說 你看你有印象 我上課都講說 很多東西你要當成重點提醒 你要用便利貼提醒自己 我說半天你知道多少人都沒這麼做嗎 一堆玩獵分子怎麼說 聽過就好了這樣 不行 你看 同學們聽聽看 等一下偷早就用便利貼提醒自己 好 你最早 我們在最早畫圖一定是臨摹的 對不對 那你說 你也沒有印象說你臨摹過什麼 你就這麼一路的畫上來 對嗎 就少年漫畫 對對 好 那因為你現在的圖啊 你現在 就是我們現在看 就大家看得到這些 這個全部都跟少女漫畫 幾乎好像沾不上邊 這全部是男性像的 你知道吧 沒有嗎 哪裡有男性像 我以為看起來 我以為看起來很少女啊 那個 很少女 沒有嗎 欸這樣好了 我Google一張少女漫畫 我來告訴你什麼叫少女漫畫 我會問我們那個其實 認知落差很大 欸 好 對啊 很少女 來我現在拉到桌面上 你有看到我畫面嗎 這個 哦 對啊 這是 這種我覺得比較像我認知的近代的少女漫畫 但是你這個真的是畫給男生看的啊 我比較喜歡畫這種的 好 所以你完全 就是我們現在遇到一個 就是一個認知錯誤的人 就是 一個以為自己在學習少女漫畫 結果一部流程畫成給宅男看的圖 是這樣子對不對 哎呀我的天啊 好 那我來跟你講 你這個是男性像 你現在應該認知很清楚吧 對啊 好 那 現在啊 就是 就是你國中 高中後到現在 假設你在不知不覺之間 你可能原本練少女的 然後就一路的莫名聽到就變成畫給男生看的 當然現在講說這個純粹給男生看也不一定 因為有很多女孩子也喜歡這種題 好 我單次就你畫女性角色的身體 身材 胸部大小 我就會很肯定這個不是畫給女孩子看的 少女漫畫不會那麼琢磨力氣去描述身材 知道嗎 對啊 那個是畫給男生 所以 你應該說 你真的知道你在畫什麼嗎 我知道 OK 好 那知道就好 應該啦 我們現在主張的來 就是看看你的繪圖歷程 我看到一張可以 你如果要去講黑歷史 我大概可以認知它是黑歷史的 來這邊 這張 這跟你其他的圖的那個落差明顯的比較大 沒錯 我就是 我放這張的時候 我掙扎好久 不用掙扎 你一定要放一些黑歷史 你要放每一張都是強作 大家基本上 人人都去賣雞排了 來 這個時期 因為你畫法差異很大 那你自己 你有沒有在 就是當時有沒有參考的 就是 怎麼講 參考的範本 因為這看起來比較偏厚圖 就是那 有參考什麼嗎 參考什麼 還是就自己憑空這樣畫 就畫畫就畫出來 會看那些圖啊 會看一些圖 所以你自己看些什麼圖 那些圖來自哪邊 誰畫的 什麼作品 你都沒什麼印象 就 上色不錯就可以 哇 這種研究方式 我覺得這個是另一個類型的指標 因為 當然我不是說這樣就一定好 我 主要是因為 我知道有很多 網路上我接觸到的人 有些很多的繪師什麼的 他是 但是 你問他什麼 他就說得上來 他圖不一定畫得好 可是他可以跟你說 那是誰畫 那是誰畫 就好像他在繪圖領域裡面 他的專精就是做一種類似 一種類似什麼叫做 學習去 記憶這麼多資訊 記這個人是誰 然後發生過 哪個繪師 跟哪個繪師發生什麼過節 他朗朗上口 他可以說一大堆 可是他自己不會花力氣去練 你看起來是完全反過來對不對 好 那這一張 是2017年8月11 那目前這樣看起來 你放在這邊的圖 就是你給我的圖是18張 但實際上你應該畫更多 那我要問一下 你一個月大概 像這一種類型的圖 你會畫多少 這個時期 這個時期 因為畫的比較沒有細節 不那麼多 我記得蠻多的 兩三天就可以 兩三天一張 兩三天算慢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很想要趕快接案 所以你就是想說大量練習就對了 我就一直畫 然後就當做人氣也好 那兩三天一張 那一個月下來就是十幾張 這樣的作品 對嗎 應該沒有那麼多吧 兩三天兩三天 除非你當中 因為我有一個印象是 你好像有講過你畫圖的 你要問你為什麼那麼厲害 你好像說你醒著都在畫 是嗎 醒著沒事才在畫 好 那所以你的產量 在現在我在怎麼看都算是多 像這個東西有很多同學 有很多人在練習是 我幾個月才會看到他畫一張 幾個月才會看到他 就真的很久才看他畫一張 這個是很極端 那很多練得比較勤奮的 好像也沒有你的這個速度 當然圖的內容 它的細節表現 它一定影響你的工作時間 可是你畫的積極度還蠻高的 你就是很願意練 那看起來人物有一定的造詣了 那你的就是 你上我課之前畫的圖是哪一張 這裡面有嗎 就是在最靠近我課程 CT開始前的圖是哪一張 大概6月 對那個紫色的蝴蝶的那個 這個嗎 還有那個上面那個黑鮪魚那個 黑鮪魚是這個嗎 隔壁 這兩張喔 是嗎 這兩張嗎 不是 那個 黑鮪魚 橫斧上面有個抓魚的那個 喔這個喔 這張嗎 好所以這兩張是在上我課之前畫的 是嗎 對對對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這是之前的 這其實就已經有美感水準都有出來了 啊這黑鮪魚這是什麼題材 這是那個櫻花蝦的那個啊 櫻花蝦 喔想起來了我知道 那不是那個什麼 哪一個辦的活動嗎 嗯嗯嗯 好OK 黑鮪魚 應該是黑鮪魚啦 你畫什麼都不知道 是啊我知道 那之後最近一張是這一張嗎 就左一了 左一 最後最近一張 左一這張 啊 這個 這個 這張對嗎 你說你說 最新的 最新的了 對啊對啊那個 十月練功 好十月的練功 十月的練功 你個人的練功吧 啊 現在在講什麼 沒有你要看我的畫面 我點出來的 對啊 你講的是這個吧 我講的是我最近期最新的 好 沒關係以防我們互相不知道在說哪一張 那我一張一張的來跟你聊一下好了 好好好 這一張看一下 這一張是 1月25是今年嗎 對啊 好 那這個我看不出它是哪一個動漫題材 你自己有長畫同仁嗎 自己個人在練習有長畫同仁作品嗎 去年畫比較多 好 那這張是同仁嗎 這個是那個啊 繪師形象就是那個大頭貼的那個 我自己的角色我自己都是 原創 原創對嗎 好 那你好像有好幾個兔女郎對不對 兔女郎 對啊 你好幾個角色都是兔兒的 對 個人有偏好嗎 對 好 好幾隻兔子 這個畫一般應該這種東西要放在 就是忠祐姐直接當賀圖 好 那再來我看下一張 他們有月亮啊 不一定啊 你就是沾了上邊 你就可以當賀圖 現在很多就這樣啊 忠祐姐然後就 搞不好手上拿著還看不出是月餅 然後忠祐姐這幾個字放上去就賀圖了 拉屎喔 對 來 這張是什麼時期的 2018 6月 今年6月是嗎 這也是上課前的 這個時候我在 我在 碰壁 碰壁 就是你覺得遇到 一般我們講叫低潮 或者叫就是反正很難突破的時候是嗎 對 因為我都是畫有點厚圖的 然後我想說 嗯 畫日系我也會啊 這樣子 那這當中 你說好 這種就是一個 有在花力氣鍛鍊的人的驕傲 畫這個我也可以 好 那 你遇到什麼挫折 有誰嗆了你嗎 沒有 我自己 虐待我自己 但是畫完之後我覺得 不行 我還是回去畫我的 嗯 可是 你從厚圖日系 應該說這個是算薄圖 我們就這麼講 厚薄 你在用色的時候 你說這樣你也會 可是其實因為我單看你圖 我是看不出你不會 所以你是有什麼樣的狀況下去 去懷疑自己嗎 嗯 都會吧 我舉我的例子來 就是好比說我畫女性角色 然後畫 有人跟我講說你的 就是說 反正 有人跟我說我人物畫的臉 表情比較僵硬 比較不夠生動 然後我會就 我的那個打擊就會很大 因為我印象中我以前最早 我在那個時候還在 還身分還有漫畫家這個頭銜的時候 我那時候表情畫很多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開始接觸小說封面 然後接觸那個 電玩遊戲的時候 那時候表情就不可以太大 因為你在畫那種宣傳圖 你不能畫那種大笑或什麼 就是微微的笑 或者一點點那種音氣就這樣 幾年下來 我表情就忽然間就硬掉了 就忽然間我好像我不會畫表情了 所以當有人這麼跟我講 就甚至只要一個人講 我就會瞬間好像就被打臉這樣 所以我也遇到就是這一類的狀況 去自我要求說我要把表情畫好 我聽你的狀況 好像應該是有個什麼契機 讓你覺得說我應該要挑戰一下存日系 是嗎 因為在家裡畫圖 然後想要接案 然後想要曝光這樣子 一定的 現在惠斯你不曝光 不是早死嗎 一定要曝光 一定要讓自己的知名度越來越高 所以你是因為日系它非常的受歡迎 所以你才會有這種 就是這種不服氣的感覺 是嗎 有時候會有 可是其實像老師剛才講說是被講過的時候才會打擊 我是沒有講你就打擊了這樣 沒有他們都說好看好看好美 然後我就 真的好美嗎 這麼說你不愛聽就對了 不是就是 嗯 你會質疑對不對 對 好 那其實在你之前 我教過了有些學生 他也確實是 在上我課的時候 他的能力就蠻不錯的 那 也不少就是說 一路都是聽那種 讚美 一路的長大的 那一般 這樣 就是都會遇到一個 就是 一個人生的轉折點 就是假設你是真的一路聽讚美 都是說你畫得很好 其實在某一天當現實狀況 或者另外一個族群 或者你遇到不同的標準的時候 你忽然間發現自己不會畫 你畫的其實很差 我講的是可能我個人 我自己的話 我從小到大我畫圖身邊的人 每個都說好 一路的講到我大學 大學 大學身邊的朋友 跟我說你畫得很醜 我就瞬間 欸 蛤 為什麼我不懂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怎麼好像一瞬間整個 聽到一邊這樣子 整個忽然間就整個天然地轉 後來 花了蠻長時間做比較 我才真的知道問題在我身上 好 那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會自我警惕 然後也會聽 也會 也會 了解說其實別人對你的讚美 有些時候可能是場面化 那你是在 你自己是有這麼感覺到就對了 可能 可能他們 他們是誰 他們是誰 他們是網友嗎還是 對啊 可能就想跟我交流吧 我比較自閉 那你是什麼時候 你講的這個就是在網路上 你是用哪些平台 然後這些網友來跟你交流 都會用啊 因為 前面說了 想要曝光 所以我都有用 嗯 所以像P網 什麼 FB 之類的你都有用 然後有很多人要來跟你交流 然後說你畫得好 對嗎 其實也還好 沒有很多人 但是 對 所以你聽了一些意見之後 就是聽了都是好像都是說好的 所以其實你會有點 就是你會不太相信 然後你就開始檢視自己的技巧 嗯 因為說好的話 那應該自然就要讓人家看到啊 嗯 所以沒有啊 沒有 所以你覺得可能曝光出去的力道不夠 嗯 就是收回來了的感覺不太 就是你覺得好像還 反正就是你覺得表現的成績 可能不如你的預期就對了 對 好 那這個時候你做了什麼樣的調整嗎 我覺得都是啊 對 就 我覺得每一張都有些微的那種不同 嗯 那現在我先往下一張 都是這樣 嗯 好 這張是 這兩張的時間點 6月15 這張的時間是 這張沒壓時間是不是 這張6月9號之前就要貼 所以這兩張是差不多時期的 對嗎 對 好 再來我們再繼續往前看 這個是應該是比較後面 6月28 欸差不多時候耶 嗯 因為我發現畫頭像比較 大家比較喜歡 對 大家比較喜歡 網路上都是這樣啊 就是你貼出來就一顆大頭 人家最喜歡 但是當然你也要知道 專業領域的話 如果你只會畫大頭 之後會很糟糕對不對 這個我上個都提過 可是在網上確實大頭很好用 嗯 好 那 那 你的人物的臉呢 到後面好像就已經有開始自己的某些特定的美感 像這張臉 我覺得這張臉很漂亮 表情很吸引人 這時候 你多久 什麼時候開始把表情加入你的圖 因為很多人畫臉沒什麼表情 跟我以前一樣 嗯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有表情的 我畫以前臉啊 就是比較短時間就一張一張 然後我要畫下一張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怎麼又是跟上一張一樣的表情 所以你會換表情 對我就覺得蠻無聊的啊 嗯嗯嗯 所以你就會自主的把表情換掉 這個是很多人要學的 很多人應該要就是不要像我 我太長時間都畫固定表情 然後我沒察覺 沒人告訴我 直到有人告訴我的時候 我才發現我漏掉了很長一個黃金的練功時間 那你願意這樣子每一張換表情 我覺得很不錯 不用換得大 只要願意換 基本上畫臉的那個 就是說掌握度就會更高 那這張是比較 18 年初 這年初了是不是 7月幾號 7月 7月 快上課了 快上課了 這要上課前是不是 嗯 好那你有跟我說就是說 你觀望了我的課程一陣子 對 然後你要報名的時候已經不能報了 已經不能報了對不對 對沒了 好 所以然後你就把握上第一次來上課 對 好 那你也如願的 因為你在這邊也引起了騷動 也讓我一下子嚇到 這個日系不簡單 好 那我自己對你的作品的觀感是美感很強 嗯 然後細緻度很好 目前看到這樣 而且你對很多東西的領悟很快 像這個是用神筆嘛對不對 臉是用神筆嗎 都是啊 所以你臉就是神筆畫完 然後指尖推 對嗎 沒有 我沒有用指尖 你臉這個 因為我在想說這個應該有推過 沒有嗎 沒推嗎 因為推過去之後就有那個筆觸 就不是神筆啦 哇 真是讓人感動 就是整張圖就是為了神筆而 就是做的練習 這真的是 我真的應該把你們 那幾個人壓在地上要跪 這真的是很讓人感動 好 那你在開始上課的時候 這邊我必須問一下 就是你自己感覺上 你回答這個問題你不用有壓力 你自己感覺上 一開始對我課程的印象是什麼 對我們 我在教你們的時候 你的感想是什麼 教我的時候 教你們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 什麼感想都可以啊 那同學好吵之類的 可以啊 這也可以啊 同學上課會亂這樣 也可以啊 這個也可以啊 我很期待那個啊 最前面的那個 經驗分享 對 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我的課程 從上個梯子開始 其實之前也會有 上個梯子我比較明確的就是 每一堂課前 大概抓10分鐘到15分鐘 雖然我都會講過久 我會講一下 有關繪圖的一些經驗跟心得 那有些是工作的 有些是練功 有些是態度上的 那你 你有沒有印象哪一個部分 像我們都叫課前暖身 每一堂課前的暖身 你有沒有哪個印象是 我哪一個部分 然後你聽的印象深刻 然後或者是 很有感的 還是也忘了 這不能忘哦 這不可以哦 不準 來 嗯 就 嗯 可以啊 隨便舉個例子 讓我開心一下也好 來 好 嗯 接 有接案的分享嘛 嗯哼哼 對啊 然後也有一些比較 有趣的那種 哪一段 能不能明確說一下 回憶 我說真的 上完課 我會 我只 我記得最牢的是 我課程內容 但是有些是 那個課前的這種東西 有些我是憑感覺在說 呃 所以我說完我會忘記 我 我 我可能聽完也忘記 什麼 沒有我會有 嗯 應該說你 你對那個部分有興趣 然後聽完 你有可能就是有 認為你有內化消化它 然後你可以運用對不對 好 但是 現在要問你臨時想不起來 對不對 對 你看我都要替你想答案 幫你整個圓的好好的 好 那 呃 如果 就那個畫案件 畫人家指定的案件 目前這樣來說 因為你也接了一些就是 同人的委託或什麼的 呃 一開始第一個案件是什麼時候 第一個就是人家說我要花錢找你畫 是什麼時期 去年 那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那種 小頭貼而已 對 好 他是同人委託對不對 是同人作品嗎 還是說他是要畫原創 他要他的原創 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找我 那時候畫的很實在是 那你第一次被人家 呃 就是被人家就在網上找說 欸那請你畫圖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很開心 我終於有逃囉了 終於總算有工作對不對 總算接觸到就是算 這個算還不到穩定值 因為畢竟一開始 而且委託方如果是同人 那他預算不會高 那 對 好 那個時候應該是開始 那你有跟家裡分享 有跟家裡說 欸 啊 因為可能第一個案件 他收入不會高 嗯 所以家裡有沒有就是 啊怎麼這個這個畫的這個是 比較 怎麼算這樣一點 有沒有這一類的情緒給你 沒有欸 他跟我說多接一點 哦 不錯 你認真在一個非常正向的家裡這樣長大 那很好 那 在後面當然 畢竟是一年前嘛 那到現在 因為你可能中間接了幾次經驗了 那你有遇過不愉快的經驗嗎 哦 我比較怕遇到那種 比較圈外的 哦 當然就外 就是非正式的委託 對不對 對啊 全部都要再跟他 搶 嗯 想如果他接受 那就OK 但是如果他 嗯 好吧 那我跟你說一個 說一個最近的例子 同學們大家都沒聽過 就是我上星期遇到一個委託 他的委託 我本來一開始以為可能是廠商 那也會有一些就是現在他 他不是廠商 他也會莫名其妙找 就是問我能不能幫他畫之類的 那一般這種我就拒絕 如果他不是正式委託案 我都會拒絕 但是這一個 因為我一開始我以為他是廠商 嗯 我以為他是一個廠商 那廠商來著案件 那我 我們就 我現在就是反正就派給惠世話 好 那 他就要跟我通電話 我說好沒問題 就LINE 就撥過來 因為我撥給他了 好我們就通話 來 然後對方是一個太太 哦 然後他就說他們目前 他先生那邊 有 來自印度的這邊的合作 然後一下子就要可能要把規模做的不小 然後需要 就是他要求 就是他的 先講一下他的那個所謂 他們的那個現況是怎麼樣 他們有預算有錢 然後但是還不知道要畫怎樣的圖 注意哦 還不知道要畫怎樣的圖 我說那好那你有沒有範例 有沒有什麼樣的範例 你要最少要有範例 我們才能夠討論 然後他有勉強貼了幾張範例 就是有些博弈遊戲都會有那種 蠻寫實風格的那種 就是女盒觀 就是那種一些漂亮妹子那邊發牌的那種 然後他就說大概是長這樣 我說好OK 那我知道你們要什麼 那這個在我們來講呢 就是寫實風格 然後呢 角色 全能角色圖 好那你需要角色擺什麼動作 穿什麼衣服 因為我大概聽幾句就知道他完全是 完全是 對 然後我跟他說 那就你有沒有動作 有沒有造型 他都沒有 他非常慌張這樣 他都沒有 那其實我在我內心 基本上已經 基本上我確定這個 我不會配合 因為我覺得配合下去 我問題會很大 然後我也跟那個 會是講到說 這個應該不可能 這個應該不會有後續 可是我那時候還是蠻熱心的 跟他簡單解釋 那好那如果你們 就是一個案件的流程是這樣 你要有你的要求 然後你要求出來 我們才能夠畫 然後他也會問我說 那尺寸要多大 那我就認了一下 一般尺寸要多大 是你告訴我 不是我來告訴你 這最困擾啊 對啊 他說 他不曉得尺寸要多大 我說好 那我跟你說 一般如果是沒有要輸出成海報 那大概是怎麼樣 那我們遇到了幾個 那種全身角色力會的尺寸 大概是怎麼樣 我就會跟他講 然後 然後他也問我要不要合約 我說 因為這我都遇過啦 我說我們有一個制式合約 當對方沒有合約 我就給你這一份 然後你到時候 我們把那個資料填上就可以 好 那我都是認為說 應該就這一通電話 就應該就不會有下尾 理論上就不會有 因為他是他先生命令他來找人 我就怎麼找到我們這邊 好 那 那 後來神奇的事情是 他願意先付定金 他就在問我說 他要開始畫了 然後要 我說那你要付定金 因為他如果不是一個正式廠商 我會 對沒有保障 所以那你要付定金 那他也願意 立刻就我現在就可以匯給你 我說真的假的 那好那就匯過來 那一瞬間 我就是整個大逆轉 我本來以為這個應該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那種委託 都是 講兩句我知道 大概就不可能有合作空間 因為對方 對方要的我們沒有 然後UI的那種 或者說 對方那個 他完全不是正常的按鍵的那種 那種一般我也會拒絕 我現在甚至連介紹給同學 我都不可能 我就直接會拒絕 那 這個的話是 我是先不曉得為什麼 一隻腳踩進去 然後跟他通了一次電話之後 然後他感覺很有誠意的 然後錢也真的會過來 好那就沒話講 那就把它當成正常案件 可是 重點是 他不曉得他要什麼 他只是說應該要美女 他只有美女 然後還有可能要寫實 就這樣 其他沒有標準 我說好吧 那這種只能有一種狀況 我來犧牲 我犧牲什麼呢 我先畫一個草圖 我草圖打出來 他就知道他要什麼 這種一般都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打了一個草圖給他 他也真的確定 就是很多所謂腦中沒想法 你沒關係 你怎麼發揮都好的 這種都是假的 他說 你沒關係跟你去發揮 不可能 沒有這種 他一定是你草圖出來 就什麼意見都出來了 我也知道 就是自殺式的 我就畫一個草圖給他 就是什麼意見都有囉 好 他說他可以改嗎 可以啊你可以改啊 那就開始 然後我就 把他要求列列 好OK然後派給惠茲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面對到有些不同的廠商 大概我要 我就要把我們的經驗拿出來用 那目前你 你有 我在講的是扯的比較遠 那你 既然都說到你 這一年間你有遇到一些 就是接案的狀況 那你有沒有遇過類似這種 我沒有遇到那麼那個 因為我通常都直接不理他 直接不理他 有人直接丟 丟那個一張什麼 快龍 嗯 快龍 快龍寶可夢那種 然後就丟給我說 多少錢 我怎麼知道多少錢 他連要畫成怎麼樣 他都沒說 我說要畫什麼 他說就這種 我怎麼 對啊我就不懂啊 好這個確實是談不下去啦 如果說他連 就是說 而且感覺上也不是很有禮貌 是不是 而且我的作品集又沒有快龍 他在 為什麼他找你畫快龍 我不知道 好OK 那沒關係 這之後你就會有 一定會有再有別的經驗了 那現在 我們回到畫面上 回到圖這邊來 好 我繼續問一下你學習的時候 你的狀況 OK 應該後來就是畫了這個了吧 畫面上這個 對不對 好 那 你知道那個時候在班上有很多同學 他們被派到要畫兩題 對 然後怨聲載道 好像我多麼對不起他們這樣 那時候你被派到兩題 你有一樣跟他們一樣心情很幹之類的嗎 還好耶 還好 如果記得好像沒有多久你就畫完了 這兩張 哦 對啊 稍 你犧牲一下睡覺的時間 那 你說犧牲 那 那個黑騎士比較乾一點 比較多久 它是死線畫出來的 比較乾 那這一個呢 尤俠呢 尤俠你花多少時間畫 尤俠 尤俠 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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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多久啊 這是禮拜一還是禮拜三的 如果是禮拜三的 那就比較長的時間可以畫 對啊 禮拜三上完課 四五六日四天 對不對 嗯 好 那可能兩三天嗎 兩天畫完 兩天畫完 不錯喔 這樣速度算很快喔 兩三天就要一張 那 這個印刷速度大概可以跟烏鳩差不多了 烏鳩也是真的很趕的丟給他 他真的是可以伸出來的那種 可是這個畫完之後就直接死在 就直接死掉這樣 那你 對啊 呃 你 上課的時候啊 因為你頭像的部分一開始你就已經讓大家經驗到 那 呃 我一開始還沒分組對不對 對 我是到中間後面才開始分組 那你一開始有沒有就是 呃 有同學就開始找你要一起畫圖這樣 有啊 好 那 當然我們沒有要問是誰 我意思說那你那個時候 那你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你剛開始第一次跟同學有 就是跟別人一起練圖嗎 還是說你以前就有這種經驗 我以前有跟人家居家過 可是沒有那麼那個 以前是就是在網路上看一下開開 又開個居家然後就進去這樣 對啊 類似那樣子 嗯哼 可是這邊的氣氛比較好 哦 對啊 我對我們龍族數位的這邊的 那個大家的交流器 我是很驕傲的 那 有沒有誰騷擾你 這麼笑就是有 我這個我們私下再來檢討 再看哪個同學這麼 來 好 放棄 好 那大家一起 因為我沒有去看你們每個團的練功 那你們在練功的時候你們 有沒有誰 不要不要講誰 我就說有沒有 因為以前在跟人家居家什麼的 就是有時候或者進那個鏡頭 我看有同學在就是 應該說有別人 就是他沒在畫 然後他掛在那邊掛一整天 感覺好像在 問題他就沒在畫 然後或者他在看動畫 那會影響你的心情嗎 那個時候我電腦比較爛 所以我也沒注意太多 所以你沒辦法這樣看就對了 對啊 我就挑一個洞子看啊 好 那所以你在之前有跟人家居家畫過圖 那這問題 一起畫規畫 那你們有 交流嗎 以前 我想以前 就是可能研究畫技或什麼的 以前有嗎 就還好 沒有遇過 嗯 比較少 那現在當然現在應該會了吧 現在 還說沒有人敢找你研究畫技 大家要勇敢一點 就是面對誰都要討論的好不好 所以這我跟大家說 好 在這兩張後 因為我們記得有一個場景 那你有對場景做練習嗎 沒有 沒有 沒有沒關係 基本上我一定會問一下 因為你看你每個範例都有畫 對不對 那我一定會問一下 那 像這樣的練習之後 因為我在看你的作品 其實我知道你的角色設計的部分 你是 你有一點基礎 那 後來我會要求你們一定要畫盔甲 這個有 讓你在畫的時候有什麼妨礙嗎 應該說有 好不好上手 有點難 很難 有點難 這個有點難 嗯 好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這個盔甲部分 對你來 應該說對每個人來講都非常重要 嗯 好 那你以前 因為你 我現在才發現說你對 就算有接觸同仁圈 你可能接觸也不是很深 嗯 好 那 我現在就是跟你提醒 就是盔甲部分 你 可以的話 未來每個角色都加一點盔甲 就把 因為你是會 你的練習積極度很高 那你的 如果能夠在練習的內容裡面 再 更積極的加入這些 比較有空間感的這些設計的話 對你會更好 嗯 好 那 呃 後來 當然 我就照著整個整個流程講 到後面上課 上到完整插畫那個部分的時候 課程大概也到三分之二快結束了 那個時期的新的心情 跟一開始上課前的心情 你有辦法說一下感想給我聽 我 嘿 我 這個不可以忘哦 忘了我會比你想起來 好 就 就越上課我越發現自己欠的越多 欠的是指怎樣 就是欠的稿子還是 沒練到的地方 沒練到的地方 就 像這個以前也不會想說頭髮要再分 或什麼或要飄或什麼都不會 我還沒發現這一點我來比較一下 這是以前的 都很硬 都很硬 所以這是最後面 現在頭髮 這個是去年十一十二月的 去年十一 所以最近的到底等一下我還是搞不懂 最近是哪一張 十月練功 好 這個 對不對 那 你自己對這張滿意嗎 沒有 我這張是 炸出來的 也是壓死線到後面拼出來的 變化變得 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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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 你後來才用的對不對像這些特殊的筆法 還說你以前就有在用 比較少我以前沒有下載那麼多筆刷 這些有的沒的筆刷 對 好那你在上因為我下午的時候我看你的畫面 你現在是用CSP 在上課期間也是嗎 我都可以 兩個都可以就對了 雙刀流 就PS CSP兩個都 反正它的操作的邏輯也都差不多 對啊 需要比刷就CPS 或什麼 那你在CSP待會我們就要看你示範 嗯 好 那你在CSP主要是發揮它哪一個部分的東西 那甜顏色啊選取啊那個比較方便 是喔所以你是把它當成一個這樣的工具在用 好那待會來看一下 好那 現在課已經就是說已經結束了 現在甚至連新的新的課都要開始 而且你就即將要上第12T的精品班 對不對 對 好那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呃就是你對這個精品班的內容你會害怕嗎 嗯 你會怕 嗯 有什麼好怕的 你怕點在哪裡 肯定去 呃 因為很很進階 嗯 還有咧 你還沒畫 沒有畫過魔物跟科幻是嗎 比較 對啊沒有畫過 好 那 呃不用怕齁就是 這個東西呢在 如果你 你信賴我在CG班教的方式 那精品班的話應該 吸收上也不會出問題 OK 我 我 我只希望我能順時 教職業 呃 目前 我教了那麼多個 你看教了那麼多年 包含以前在教實體班 能夠真正每一個作業都交出來的 零 是零 真的是零 真的 當然不包含CT 因為你們有很多東西是之後要討論 要入畫冊的 不包含 就在你 在你呃 CT以前的 每一個練習都練出來的 這到因為我們練習量不算小 嗯 在我看好像沒有 不過 欸 對 大家就 在座各位 包含你也一樣 就把這個當一個目標 那不用擔心 這些這些練習都會對你很有幫助的 那 呃 本來還有一些那種就是 有些會圖觀念 心態之類的東西要跟 要問你 但是我在想 你今天應該是 應該是六神五祖的狀態下來回答的 所以大概也問不出太多 那 這是正常狀態 你現在是正常狀態 所以你平常就是這樣子 慌亂的 再進行就對了 嗯 有點緊張啦 好 那 很不好意思 我現在要讓你更加緊張 呃 現在我要請你開你的居家畫面 然後你來畫圖 做個示範給大家看 可以嗎 嗯 來 請開畫面 然後一邊一邊畫一邊跟你 就繼續繼續訪問你可以啦 好 你在居家裡面跟大家可以一邊聊天一邊畫嗎 可以 可以齁 所以那是我在一邊問你也OK 對不對 你放輕鬆就對了齁 但有時候叫人家放輕鬆 人家都沒辦法放輕鬆 所以我就後來 對啊 對啊 我要說欸 放輕鬆你想開一點之類的 所以說這種話都沒辦法讓一個人真的放輕鬆跟想開 好 所以我後來就不太這麼說 但是呢 還是要提醒你齁 放鬆一點齁 來 好 目前呢 畫面已經就是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已經是 那個遇遷現在的那個電腦桌面 那我來看一下能不能把它變成全螢幕 對啊 可以齁 F11 F11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來 那你現在用的是CSP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 在我跟你說要示範一下的時候 你腦中想到要示範的內容是什麼 就畫剛才的兔女郎 OK 好 那你要 要不要一邊示範 然後一邊也講一下說你這個軟體 你都用哪些功能 就普通的功能啊 不然怎麼判 來 我們一般是這麼講 一般好就好 比如說這個軟體 我們就用它的筆刷 拿一支筆刷這樣子 然後有沒有配合某些它特殊的功能 像抖動修正 哦 沒有 你不用抖動修正對不對 沒有抖 對啊 會延遲 延遲沒關係 因為它是居家 它本來就不是那種很高效能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擔心 就是這樣 在這裡面 以前電腦比較不好 它畫一筆就 啊 這樣子 啊現在呢 現在有畫了 但是 習慣了就算了 那你現在電腦有Lag嗎 沒有吧 沒有 好 那你現在請你畫畫看 你在畫了嗎 有有 看到你在畫了 好 看一下 我看你增加了兩個塗層 對嗎 這是我剛才 試畫的 都試的 對 好OK 那那個不用開 來 哦 你是說開抖動會 抖動修正會延遲是不是 對啊 哦好 所以就不開 嗯 你看這個 大家聽聽看這個態度 這個就是 抖動修正 不要老是依賴它 因為電腦很爛 那個時候 不用那個 很多人會來問我說 那要學繪圖 電腦要不要買很好 我都跟他們說普通電腦就好 對啊不要太糟糕 嗯 這是一個半身 嗯 嗯 嗯 我看你打 打結構的方式比較特殊 老每次都不太一樣 每次都不太一樣 應該說你之後 練習的數量大了 應該就會穩定下來了 嗯 我也覺得是 你現在用的這個叫做什麼 噴槍是嗎 對啊 好 其實有很多種 不可以 嗯 看金錢 好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用CSP的 去年 8月 CSP是永遠在特價對不對 有時候啦 我好像沒有看過它可以用原價賣 已經那麼多年過去了 它永遠在特價 也不錯啊 我知道這個軟體很優秀 很多人很多 這幾年開始練圖的人都用CSP 那你是畫 我看你那種做法真的畫得蠻熟練的 就可以直接表情抬頭 然後眼神就能夠帶出來 因為我已經畫了三個抄稿了 哦 我 我怕我緊張 手都畫不出來我就先畫了 好 沒問題 我還複製我之前的步驟 沒關係 那其實我有跟學長姐 你的學長姐 就是團隊的會師 有稍微討論過你的部分 那 他們好奇你的用色方式 顏色要那麼薄 然後那麼透 那是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 嗯 可是也坦白跟你講啦 就是 商業繪圖不會用那麼薄的顏色 所以那個時候我跟你講說 要開始培訓你當那個 我們團隊會師的時候 我跟你說過要畫厚圖 對 那時候有很受打擊嗎 會啊 因為 同學也這麼說 哦 所以還好啦 對 同學有提到 好 嗯 他說像水彩 但是我 嗯 我就我不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 沒有感受到 嗯 我有傳一些範例給你 你記得嗎 對 欸 也包含烏鳩的 對 嗯 啊你 來 聊一下 接下來要小心說 來你聊一下你的 因為未來如果 你那個在這邊 接日系案件 那無舊就是你的前輩 嗯 有遇到問題呢 我會讓他來教你 嗯 他就是我們這邊日系守護神 好 那你對他的作品的看法是什麼 我 我畫不出來的日系啊 你畫不出來的日系 就他的圖你畫不出來 你是這個意思嗎 對 好 那我跟你講他的東西是非常熱門的 在廠商的那個妖稿什麼的 就是他就是 只要遇到一家 我知道他要日系的廠商 我丟烏鳩的圖出去 基本上都沒問題 嗯 只要那個廠商不是腦筋壞掉 正常來講 烏鳩的出去 案件就懶得進來 就看烏鳩吃不吃下來而已 那 你知道他的那個 用色方式 他的顏色方式 比較就是商業 商業的那個品牌 形象會比較高 那你的那個原本的用色方式 是 我跟你講過 你可能要顏色畫厚一點 那你接下來 你打算怎麼樣調整 我 少用一點變化 看看會比較好 少用什麼變化 就是我會塞 其實有的沒的 塞那個顏色其實無妨 那還好 但是主要就是 他的那個立體厚度要出來 因為塞那個的話 都是偷偷加一點點 然後就比較 少 比較微量 所以看起來可能會比較薄 應該是這樣吧 沒關係 這個之後再看你 那個畫範例之後的 結果我們再來討論 好 那我 那個知道 那個上次 那個我去台北 主持那個說明會 然後 你好哥們 抹茶 好哥們對不對 對 好 他有幫你 就是他有跟你在配合 一起你們在做那個動圖 Live2D那個東西 對 那個做得不錯 蠻好的 我一看就覺得 你們這個是 自己就能夠搞出 搞出一些成品來的 那你們 能夠透露一下 你們目前配合的 有沒有打算配合更完整的 系列作品 就你畫 然後他讓你動 對啊 還會再做 好 好 那你們有什麼 那個 什麼計畫嗎 我們 我之後再問他 好 之後再問他 那我可以現在就跟大家 或者跟在座 應該說 跟抹茶 直接跟抹茶說 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動圖這個部分 是有常常在問的 那 我對這個東西還沒有概念 就是他的那個報價 我沒有概念 所以呢 之後可能會發展這一塊 那 我自己 不會再下去做任何程式 或者這些這些東西 所以未來就是 指望你們了 所以希望你們 你們的配合 可以好好的做一些 就是成品 我出去 給常常看的時候 我們就 說真的就可以直接推薦出去 所以就看你們了 看你們兩個怎麼 怎麼配合出好成績 嗯 那我先問一下你這個圖 你現在這個衣服 是什麼樣的造型 服裝 我現在服裝看不出來 圍巾 好然後衣服勒 還沒想到 好OK 你畫會再描一次線對嗎 我不描線 你不描線 最後再補的那種 哦 所以你是色彩畫完之後再補線 對 因為描線會 框柱我就不好發揮了 啊 你知道我聽了多感動嗎 為什麼感動 因為 我每次 因為我 因為我不是畫日系啦 有可能因為我這樣 我不是畫日系 所以呢我這麼說 沒有說服力 可是我每個提示都在講 我每一次教課我都在說 就算日系風格 線條也不用一開始就畫的那麼確定 後來再補都可以 一堆人都不相信 每一個都 啊我想要先上 先畫完線條 在裡面再上色 我每一個我真的一開始遇到都這樣 然後我可能會快暈倒 所以如果有你 因為我自己再下去畫日系 去用這種辦法去示範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我為什麼要說服幾個同學 我必須要再 可能再花那個時間這樣做示範 我覺得我受不了 但是如果有人幫我 類似怎麼講 用他的自身的那個範例來說明這點 我會非常感激 所以我之後靠你了 烏丘也可以 可是我已經不能再增加烏丘的工作量 所以你這個草圖畫到一個階段 你就直接上顏色 對嗎 那大家也聽一下 但是那個 跟過我學習的同學們 也再次跟你們再 再強調一點 就算你是純日系 也不用說線條畫得很很實 之後再補都可以 不過我想 再多範例都沒辦法說服那種 一開始不知道被哪個作品給感動到的人 那你現在有常常在做那個人物動作的 那個骨架的練習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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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麼老實 那我就得跟你規範一些作業了 那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那個 預先現在在就是在畫範例 範例就是說這個東西都可以常常看 那範例的規格類型 就是要以那個商業作品的規範 所以 原本我們在有在有某一次實況 我討論過有關和風的部分 就是因為你在畫那個範例 那目前的進展還好嗎 目前 目前 努力中 好 你的那兩張 有一張的那個 場景的透視 就是地面的那個欄杆的部分 那個部分還是有問題 那沒關係 你先把人物先畫好 我就先畫那個另外一張 好 你知道那些範例我都是 都拿烏鳩的給你看 你知道嗎 因為我認為烏鳩就是你的 你最好的 最好的學習對象 應該也不是只有你啦 每一個講的烏鳩都要去舔他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看你這個草圖 是不是又複製了一層出來 對啊 我要 所以你原本畫完 你會複製一層出來再畫 就留個紀錄 這樣子 好 OK 之前會截圖 然後自己會看 OK 我的方法 多看幾次 它這個軟體你是自己自學去摸出來是不是 軟體都差不多 跟Photo是一樣的 是不是 對啊 好 好 你現在在用的是套鎖 對 然後你直接要上色了是嗎 對 對 我再抓一下就可以 好 沒關係 我想看你的上色順序 我先 隨便選 在旁邊的聊天室裡面 烏鳩說他要去賣雞排 沒關係 沒有 那我要跟他講 要賣雞排可以 稿子要準時交 所以一邊賣雞排要一邊畫 烏鳩如果你聽到的話記得 開創副業OK 但是你要一邊炸 炸雞排然後一邊畫 就這樣 你只要做得到我都沒意見 你現在在做的是把你的這些物件 都用 就是一個顏色一個顏色去 算是把它填充出來是嗎 嗯 這些顏色是你的配色嗎 還是說他只是暫時的先用一下 對用一下 好 這個不是他未來的底色 只是暫時的先把形狀先填出來 對嗎 有可能是啊 有可能是 好 看 看後來 嗯 想怎麼樣 就 這一個在Photo裡面也有這個功能 就是用套索套完 它直接會變成一個色彩形狀 我不知道欸 有有有有 沒關係 你愛用哪一個都可以 好 嗯 好那 呃 你這個方法齁 因為我沒有用過這個方法 然後 然後 我的感想是這樣 如果你遇到畫面裡面造型非常複雜的時候 你有沒有 你也會用同樣方法畫嗎 我就不會用那個方法 所以你會換方法 嗯 好比那個黑騎士 黑騎士 對啊 就那個我們那個 你的那個上課的那個力會練習啊 那種東西 嗯 那個是 那是想說要畫快點 所以我畫了線稿 結果 結果反而爆掉 反而慢嗎 對 因為框住了 然後 然後 我的股價沒有很強 然後我就爆 這樣子 好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用精準線 然後再 之後再去上色的 都要 都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不要變成沒線條就不會上色 不會用色彩去畫 因為你後面可能會看到一些錯誤 那如果你要回頭去調線 那是那個工程太浩大 所以任何人都一定要有能力 在沒線條的情況下去 去用顏色畫圖 跟大家順便說一下 所以你現在就是也不是很在意說 這些形狀跟你原本的線條的差異就對了 沒關係啊 好 那個紫色是你很 就是 這是你的皮膚底色是不是 嗯 不一定 沒事不一定 好 所以你就是先丟一個底色 然後呢 再開始用你正式的顏色 把這個色塊慢慢的噴出來 是嗎 這次是這樣 嗯 你真的是一個不容易掌握的人 好像每次都不太一樣 心情 心情 好 那你線條打算怎麼處理 就是上面那個草圖 你打算怎麼處理 這會丟掉 我可以這樣子 合起來就可以用了 嗯 線條直接硬修下去就對了 是嗎 對 好 ok 好 這樣的圖層數量我已經開始看不懂了 嗯 對啊 我跟你們不一樣啊 我是圖層用很少的那種啊 喔我也是用很少 真的嗎 喔好 等一下我就會把它關掉 因為太多我會找不到 ok 所以你現在在拆嗎 在拆分嗎 嗯 好 其實我上課之前我都不拆了 你就直接一張一張 就直接這樣整個畫 我畫到哪裡我就 合到哪裡這樣子 嗯 那建議你要有系統的分一下圖層 對啊 因為那個在工作上很重要 嗯 那我自己是比較少說線條跟色彩直接併在一起用 因為等一下修很久 對啊 要修很久 好 很久後續 所以我後面都很 很痛苦 那你電腦有跟著用什麼雙螢幕這樣子嗎 有 有 還是有 所以你現在也可以一邊看到旁邊大家的對話對不對 對 可是我在畫圖我就沒有看了 好 那我現在問一些額外的就是個人個人習慣喔 你畫圖的時候你會那個 呃就是 你會聽音樂嗎 還是你會做些 就反而有一個輔助你的情緒的東西嗎 會啊 例如 什麼 嗯 聽聽音樂 嗯 還有 之前 之前會看到遊戲實況 啊 呃 我自己的感覺是遊戲實況你會 你會圖會沒畫 你就不會畫了 就直接一直看這樣 我用聽的 我聽那個 所以你畫面會開著嗎 應該說你畫面會放在旁邊嗎 還是你把畫面收下去 會開著 它不會影響你嗎 還好 好 因為我另外一邊會丟一些有的沒的 比如說參考的東西之類的 所以都擋來擋去這樣子 對 會擋來擋去 我覺得很懶的把它翻開了 好 OK 因為我覺得這種習慣的 就是互相參考很重要 而且永遠 永遠可能在每一年 以我來講的每年自己偏好的不太一樣 有時候我會開動畫看 但不會真的看 你也會嘛 是不是 好 那 如果其他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會問他說 老師那你畫圖的時候 你都用什麼方法來 就是讓你專心啊 或者輔助你畫圖 我的話 反正大家對我這個部分比較不會好奇 我會講嘛 就聽音樂 開動畫 開電影 或者旁邊放遊戲實況 大概大致上差不多 但是我自己有時候感覺到 就是可能很難專心 嗯 你自己咧 我覺得沒進入狀況就 都進不去 可是 進入的話旁邊在播什麼 我也不管他了 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錄定的概念就對了 對 有時候會錄定 嗯 所以 看完之後 下次再看的時候 欸有這段嗎 忘記了 好 OK 那 你自己啊 因為我自己的話 有些音樂是類似那種 就是 我會常常聽 然後是比較喜歡的 那你 你有沒有什麼 哪些音樂是你自己很喜歡的 喔 我 我都聽那種比較 啵啵啵啵啵的那種 不然我還睡著 搖滾嗎還是什麼 或者比較吵的這樣 吵 吵一點 好 請問一下你旁邊那個塗層 邊緣有個那個紅色的一槓 那是什麼 塗層的 塗層 這樣 對 這就是 它的那個遮罩 這很方便就是 PS沒有那個按鈕 所以它這個是 你說一個遮罩 紅色的那個 這代表它是一個遮罩 是嗎 就是遮在上面的意思 好 剪裁遮色片的意思 對對對 哦 懂了懂了 嗯 所以它就是等於 對底下的那個剪裁遮色片 是嗎 對 哦 好 在Photo裡面是一個轉折箭頭嗎 對 好 那就是同一個東西 嗯 對 那這個 存成PSD之後 到Photo開 它直接可以對應那個剪裁遮色片的功能 對嗎 對 好 其實 轉過去也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 嗯 理論上不會有哪個軟體 做PSD格式的檔案 會跟Photoshop相衝 沒有哪個軟體膽那麼大 只有Painter 用過Painter嗎 沒有 但是我真的用過 SAI SAI 問題不大啊 有時候會 它那個 特殊塗層 嗯 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是不是 在這邊看 哦好亮很好看這樣 然後到另外一邊看 變成正常塗層 哦 好 我覺得它就顯不出來 嗯 嗯 因為 SAI的那個塗層類型沒有那麼多 嗯 很久沒有 不太 原本我是想說讓你示範一個線條或什麼的 但是現在我覺得大家都蠻想看你畫一個類似碗稿的 你有信心嗎 是 到幾邊 沒關係 我自己做到時間 好 我也會很想看你再往下畫 然後 你的 你自己畫的一些細微的邏輯 我自己也沒有考慮過那樣的畫法 因為 畢竟差一個 就是我們差一個風格 很多東西沒有辦法相做對照 嗯 那近期畫圖有沒有遇到什麼別的問題 畫圖 看哪邊卡住的 我覺得 對自己要求越來越高了 然後就越畫越慢了這樣 嗯 越來越慢 嗯 技術在進步的時候 一般 附帶的那個 附帶的現象就是變慢 變慢很讓人焦慮 還好 你要習慣新的技術 你才會再快起來 一般都是這樣子 我在那個 學那個大陸的東西之後 我的畫一張圖的速度 原本像人物加場景 就是我們講完整海報那個 我是可以三天畫一張 嗯 然後後來就變成兩個禮拜畫一張 我不知道在慢什麼的 然後 對 然後後來又再快回來 可是再學一些 就是在研究一些新東西之後 又再慢下去 所以你目前狀況呢 大致上 這個如果以速度來講 是正常的 還只能叫你看開一點 但是我一般這麼講 人家都不會看開一點 對 直到更快為止 好 那 像這種 你在畫這個圖 人物的臉 你自己是有把握說 他之後都可以漂亮可愛 對嗎 就是你自己的把握度比較高 因為像 我這麼問的理由是 因為 你目前臉還在半草圖階段 那像我的話 如果因為我 我不擅長畫萌細的 雖然我近期一直在練 但是我會等臉都 五官的位置 我都很放心了 我才會去畫其他東西 跟很多人一樣 你的話 你自己的話沒有這個問題 是不是 所以你不用怕臉會歪掉 爆掉這樣 會啊 它會爆掉 還是會爆掉 你爆掉就怎麼辦 找一畫還是什麼 一畫一下 好 OK 異畫是一定要用的 對啊 我現在看你就是 好像在鋪層次是嗎 對 等著也沒想到 要下一步要畫什麼 就先看看有沒有靈感 好 那我給你一個 那個 一個要求就是 你能不能 以臉 跟附近的頭髮 為目標 去挽搞它 好 來 那這就不需要靈感了對不對 這就是你的一個功法的表現 嗯 那我們在 我覺得在這邊 借這個機會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你的技巧 那你會不會怕 像這樣示範一下之後 人家就會你的東西了 你會怕嗎 會 會 是嗎 一點點啦 好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不用怕 完全不用怕 就是除非對方是個 就是看的人是個很厲害的會師 不然在 一般的在在學習的當中的人 他頂多能知道 得到一點叫做 觸發 他不會直接擁有你的東西 絕對不可能 其實我之前是這樣吧 看很多影片 這樣子 對啊 因為影片網上都有對不對 並不是看完你就變厲害對不對 嗯 你看看很多影片有的是 我看一堆人那個 我的最愛連結打開 全部是會師的那個會圖影片 那可能每個都看過 看完之後還是不會 嗯 因為他沒有 鍛鍊等分量的技術 他練到一個程度 那東西看了他才能夠 去檢討他 原來哪個步驟是可以這麼做的 原來這個步驟可以這樣 嗯 那是要很用心的人 他們在看這種會圖影片 他的收穫才會大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你 在座有很多東西都很用心 所以被人家學走一點點 沒關係 當成進步的動力就對了 你旁邊的那一道鼻子的亮面 是你的 你自己被記憶下來的一個公式嗎 有點算是 好 我那個時候就 最早我在 我看一下時間 2012年 就是6年前 我那時候剛開始在那個會圖實況 我算台灣很早期在會圖實況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又訪問幾個同行的朋友 然後我本來是想 因為那時候在認識同行的會師朋友 然後我想說 大家實況熱鬧一下這樣 然後大家也覺得 那時候觀眾也想看 說我怎麼 這個會是是什麼樣的 好 那我那時候也是想說 如果說會師 我們在訪問他 然後他示範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他畫的技巧 我是不是也會 因為這樣變厲害 我那時候也是有真的認真這麼想 後來我發現我一個致命的錯誤 就是我訪問的會師每個都用Photoshop 但是我當時是用painter 所以他們用的方法我完全沒辦法用 筆法或者什麼的一些 一些繪圖觀念可能還行 但是因為有很多photo的畫法 特定的畫法 你用的軟體不一樣 就基本上就沒辦法參照 最基本就是他們的變形 我那時候看那個 就是我訪問一個那個會師 他畫場景概念的 然後他大量的用變形 就是塗抹個幾筆就變形 然後去組合 跟底下的影響一直組合 組合出一塊東西 他在組合之前 他也不曉得他會變成什麼 他就有點在嘗試在弄 那個東西在painter 基本上你第一個變形就變不出來 因為他裡面有扭曲啊 有液化什麼的 painter就掛了 那時候看半天我怎麼辦 有沒有辦法偷學 學不起來 沒辦法 除非我今天改用photo 不過你們還算幸福啦 一開始接觸的軟體 都接觸那種 在繪圖專業效率上是比較好的 不用去像我現在每天要表一下painter這樣 你現在是要把圖層分開還是怎樣 嗯 對 很麻煩 那我看你眼睛那邊有些比較細的線 這時候你是在換筆是不是 對 這個好像是比較像是類似 沾水筆還是什麼硬筆尖之類的 那是什麼筆 比較軟一點的 軟的嗎 怎麼我看是硬的咧 這個 不是啊 就是你剛剛在畫眼線那個細線那些 所以你只是筆刷調的比較小是嗎 對 所以他本身還是一個柔觸的筆 只是你用小尺寸在畫 其實每個都可以調整另外一個那種 就是 嗯 切換之後不用再調大小 應該是 嗯 那你目前用CSP他有DOWN過嗎 會 畫大小的 那他DOWN的方式是怎麼樣 因為我沒有在CSP上畫過圖 嗯 之前電腦比較爛的時候啊 嘿 他DOWN是怎麼DOWN 就是直接整個畫面就關掉 還怎樣 他在存檔 存存存存存 然後我不小心滑速點到一點 然後他就直接直接關掉 哦 所以他存檔的時候不能炒他 對對對 哦 哦 好 那我難過 所以你現在是 我現在看到你的習慣了 你現在是把 線條顏色這樣一起修 對嗎 嗯 那你也就是會 若有事物的把一些皮膚顏色 往眼睛上染 往一些周遭的那個 不一樣的範圍染 對嗎 嗯 怕他太硬 嗯 好 那你現在有哪邊步驟會卡到嗎 因為我們在看都覺得是很流暢的 但是我自己知道啦 我自己知道是說 示範的那個人 內心苦 但說不出來 我要回答 然後現在我就只能 嗯啊啊嗯 這樣子 我 我經驗夠 所以我知道會這樣 但是我們 你相信我 大家在看不會感覺到你有什麼異狀 嗯 只有你自己會覺得你有異狀 在掙扎 嗯 我看到一個地方 因為我沒有用過這個方法 就是你在中間階段 你把皮膚顏色往眼睛染 之後呢 再補上眼睛底下的亮面 對嗎 嗯 好 那你自己在家裡 你有其他兄弟姊妹嗎 有啊 那只有你畫圖嗎 還是你還有誰也跟你一起畫圖 他們都 他都畫心裡去這樣子 所以也是有在畫 對 但他還不敢給我看 蛤 為什麼 因為我會 我會 欸你那邊是不是 你那邊 然後他就不給我看 所以你會刀他們這樣 嗯 嗯 應該吧 好 我只是想 我沒有想像過 有兄弟姊妹可以討論 畫圖這件事情 我沒有想像過 是啊 我三哥是 高 他高中高職吧 應該是高職 他是 他是得了一堆美術比賽的 那個獎狀 嗯 然後我上課好像也跟同學講過 就是我小時候的第一張 就是 第一張 無敵鐵金剛 人家畫的是我哥畫給我 三個畫給我 然後他幫我打光影 用那個千字筆這樣畫光影 嗯 然後他跟我解說 這邊亮那邊暗之類的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爸有打斷他 嗯 我哥試圖跟我解釋 這個有光影的關係 所以他畫的那個機器人 他的脖子有陰影什麼的 他跟我說 這邊你看這樣就亮了 這邊亮了 因為這樣遮住就會暗了 他就直接用千字筆直接畫 沒有修改的這樣畫 我爸直接打斷他說 你跟他講那個他聽不懂啦 對我真的聽不懂 我真的聽不懂 我真的聽不懂 我長大後才這樣慢慢的回憶 我才講 對他在跟我談光影 跟一個大概 幼稚園不到的屁孩談光影 但是後來 因為我哥年紀大我很多 我大我13歲 小哥大我13歲 所以我也沒有機會跟他聊畫圖任何東西 他就莫名的 我們中間一段時間 那時候我們沒有一起住 後來一起住之後 他看 畫圖現在可以用電腦畫 他非常意外這樣 他們那個時候就是 我還記得我三哥 他以前有一張照片 跟我爸一起拍的 然後他就帶了一頂畫家帽 你知道什麼是畫家帽嗎 就是那種一頂 很像麵包那個東西 貝雷帽 類似那個感覺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的事項真的是 當個畫家 但是應該跟我們現在這種不一樣 那個就比較像藝術家 可是好像他當完兵 就整個那個人生方向就大改 然後就像現在他在搞的是法律事務 為什麼 比較賺錢吧還是什麼 還能有什麼理由嗎 也是喔 對 你現在你的眼睛這邊會用這麼多細線這樣慢慢勾喔 嗯 可以放更大 那你畫圖你的那個就是其他的那個就是你的 你講的那個兄弟姐妹是哪一位 弟弟 弟弟他有在畫圖 偶爾畫 好那他會來看嗎 看這個實況嗎 不是說他會看你 看你畫嗎 就你在畫圖的時候 嗯 我覺得他是偷學 喔 那你會樂意教他嗎 對啊 可是他好像 不受教 你是在說這個嗎 我不知道那算 啊 你不要說我也聽不懂啦 這個感覺 喔好 叫你懶 就是少啰嗦之類的 對少啰嗦 好 我沒有 因為我沒有看過人家用日系 就是那個 這樣慢慢畫過 我不曉得眼睛線條是畫那麼多 不是他後來其實也看不出來 因為我那一款 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說有一個家裡有個兄弟姐妹 然後 嗯 跟你是興趣相同 然後會跟你好好討論這些 我剛剛講的已經是我的生命裡面的唯一一樁了 後來完全沒有 多少會傳染那個興趣吧 也不一定啊 你要看看是哪一種興趣 當然因為現在動漫 動漫畫這個東西就是比較 算是 多數人的興趣 所以才有這種效應吧 我想我 我哥那種大我十幾歲那個年紀 他跟我現在 就算我們在動漫畫上有什麼喜歡的地方 也不可能一樣 差那麼遠 而且那時候他畫無敵鐵金剛給我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很厲害而已 對啊很厲害 然後 後來當然電視上我就有看到 因為不知道第幾次重播 我有看到無敵鐵金剛 他在畫這個 我真的也著迷過一下下 我真的也著迷過一下下 那接下來你可能要必須畫到機器 知道嗎 因為接下來你要上精品辦的課 對不對 對 好你要畫到機器了 這個你以前有畫過嗎 嗯 嗯 有畫過 有是有 可是都畫得很 很熱的 心情 那 我知道有很多女生 喜歡動漫畫的那個女生 他們 都迷過鋼彈 有 有嗎 你有迷鋼彈嗎 沒有我完全 完全不迷鋼彈 不會啊 為什麼會沒鋼彈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鋼彈有一個 有一個系列叫鋼彈W 裡面每個都 那個駕駛員都沒少年 一堆連駕照都沒有的那個年紀 然後再開機器人 懂嗎 然後他們就喜歡那些 然後就喜歡鋼彈 然後鋼彈就莫名其妙一堆 然後後來什麼 呃 零零啦 然後C的什麼 就開始一直出來 然後很多女生很喜歡 他們畫來畫去都畫駕駛員 他們都不畫機器人 都不曉得到底鋼彈是 證明是叫真的叫假的 那我 我覺得我應該都比較喜歡女主角啊 嗯 所以你是 呃 真的是你是 基本上你就是在 畫那個什麼 男性相的啦 對 嗯 好 那你 你能畫絲基圖嗎 重要的要問一下 可以 可以畫絲基圖 你畫過嗎 我原本要 我原本要 原本這個範例你要畫絲基圖 不是啦 等一下再看看 不是好 嗯 就是原本我要加入那個 絲基團 嗯 就是龍族數位的駕訓班是嗎 對對對 好啊為什麼沒加入 因為我想要畫 系列 欸那個 誰 那個熊 熊注意一下那個 趕快拉 那個有人 這個 這是一個那個 這個叫做什麼來的 這個叫做 補習班那個時候 他們在找業績 會叫做這個叫A咖 知道嗎 A咖就是他 就已經他已經要買課程的 那個叫A咖 懂嗎 他們會這樣列 那個 注意一下這個A咖 這個趕快拉 趕快拉近火 那你說你 你沒有加入是因為 你不好意思 沒有 沒有 我還沒 我要 就是我要 我想要想一個系列 想一個系列 對然後每個月交稿的話 我就能強迫自己 每個月的壞章 然後 收集久了就是系列了嘛 這樣 好 那 對啊這個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 很不錯啊 那你 你是系列沒想出來還是 怎樣 我一直沒空想 沒空想一個系列 對啊 一點點想法都沒有嗎 有想法 可是我覺得不夠不夠 的感覺 好錯像 就想法不夠好就對了 對 好那想法要是出來了你 因為大家對你可能還沒有 個人形象上的理解 什麼叫形象上的理解 舉例來講BT 你對BT這個人的形象上 你會有些 你可能還不是看圖 你可能就覺得這個人 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對不對 例如他會騷擾老師 這類的你知道嗎 他會騷擾老師 然後會作亂 對不對 然後有些拔一堆圖 都不教的那種 對這個印象 你應該會建立起來的 這就是對一個人的認知 好 那你會不會怕說 你目前人家對你的形象 然後你畫很誇張的那種 像你們大地學長那種 你看過大地學長畫那種很誇張的圖嗎 有 直接 該露的都露那種你看過嗎 有有有 那你怎麼都看到的 因為他FB不能發這些啊 其他其他 所以有別的地方 你有看到他的這個表現 那你 你敢這麼做嗎 還不敢畫那個欸 好 我想說如果你一天 我沒問題啊 我什麼都可以這樣 那我就真的服了你了 不對啊我還沒有克服 好 那你什麼時候 我替他們問 那你什麼時候要加司機團 啊啊啊啊 欸欸啊啊 嗯 你在當機嗎 來什麼時候要加司機團 我幫他們問 他們一定會問啊 哦 嗯 嗯 我不知道欸 我想出來 想出系列你就加入是不是 所以他們現在勸你加入 你也 你也先 暫時先等等 嗯 我也先 沒看到 那有兩個團 給你選啊 司機團跟輔團 你會去哪一團 嗯 兩邊應該都會想要拉人 兩邊都想擴張勢力 你會去哪一團 我不會畫男的欸 我不知道會畫男的 你知道稍早我在實況 我才講說 你們早時間要練男腳 對 你有聽到喔 嗯 嗯 所以那你基本上 你就是拒絕輔團的邀請 是嗎 我是不會畫 OK好 那這輔團的聽好了 沒你們的 沒你們什麼事呢 好那 你什麼時候打算開始畫男腳 練男腳 當然有可能短時間 因為你們這種 這種日系的 其實遇到男腳的機會 會比較少 像以烏鳩來講 他有時候畫一些案件 根本遇不到男腳 他畫男腳 現在畫了幾百套 男腳可能真的不到五套 嗯 就這麼多年 大概四五年間 幾百套 他可能沒有遇到 就是男腳真的是 一隻手都數得出來 所以你們畫日系的 你們可以晚一點練男腳 這個沒關係 但其他 其他風格的 你也沒那麼自由 你可能 假設你畫到類真的 沒多久你就要遇到男腳的考驗 像畫寫實風格的 像之前我們 你們學長姐在畫測試案件的時候 每一個每當土都有男腳 像帥魄學長 就畫男腳 然後完全他平常都不練男腳 然後後來我就 你們再幫他改 然後韋哥再幫他改 那 所以 你自己的話呢 你有 你是 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還是說 我講是畫男腳的問題 你是完全沒考慮過還是說 有考慮到但是現在短時間還沒有要練 我 我 我 逃避中 逃避中 日系可以逃避久一點 但是也不能逃太久 還是要有 記得 我看你畫了一張很漂亮的臉 然後顏色非常好看 你當中有用任何類似指尖功能去推嗎 沒有耶 所以你就是用柔促筆刷 這樣慢慢噴是不是 吸起來 來疊 好 不一定要指尖 就是吸顏色這樣交叉疊 是嗎 對 好 那現在呢 如果你能夠再 我本來想說你臉畫一畫就差不多 可是我現在想看看你怎麼把那一 靠近臉這邊的頭髮也畫一下 我自己在看 我 看不出這個臉哪裡不好 但是有可能你自己畫 你自己有自己的要求 你翻轉是 那一瞬間就已經看完它 對不對 我覺得那是習慣了 因為我另外一個螢幕有放那個翻轉的 放什麼翻轉的 什麼 就是再開一個 對這邊看不到 沒關係 開兩個這樣 哦 我懂了 可是我們photo好像沒辦法這樣 好像可以 我好像有個功能可以 有有有有 自創拉出來這樣 嗯好 然後我會丟到另外一個螢幕上面去看顏色 嗯 我說這邊看好看 可是另外一邊看很灰之類的 好 那你自己啊 因為你算是有經驗在開始上課的人 因為很多同學在上課的時候都會問我螢幕的問題 嗯 好那你自己有針對螢幕做什麼 因為你以前一定就有 就是你就有自己的標準了嘛 你自己對螢幕你有做什麼處理嗎 處理是指 就是說好比說我們要怎麼樣讓螢幕的顏色比較正確 因為大家都關心這個 我自己的結論是不會有正確顏色的螢幕 只要它不要過亮過暗 對啊 所以你也是差不多 我兩個螢幕會調不一樣的顏色 比較不一樣 你會把它調不一樣 故意調不一樣嗎 我沒聽過這個 嗯 因為你在這邊看 好像是好看的 可是如果你調到另外一個 比如說比較亮或比較暗的啊 就是模擬別人的螢幕的感覺吧 所以你就是類似說用兩戶人家不同的螢幕 在對照同一張圖的意思是嗎 對啊 那你試圖找到一個介於中間的效果 兩邊都不難看 卡在中間比較保險 好 這個我沒聽過 一般我們都會把兩個螢幕都盡量調到差不多 不過這個有可能是我自己在螢幕上面不講究 然後大家都多參考 我覺得還好 什麼牌都隨便拉 我都不懂 螢幕呢 在以前 因為現在各家做螢幕的那個就是 技術都都好很多 所以好像品牌差異比較沒那麼大 但因為要讓螢幕的效果很明顯的話 就是真的預算要花比較多 假設大家可能要買螢幕 你沒有特別高的預算 其實可能你就別奢望說 你能夠在一些比較價差相近的品牌當中 挑到一款特別好的 它差不會太多 這是我的感想 不過這種最專業的還是BT 他們做這個的 嗯 那我看你頭髮呢 有畫比較立的幾條線 這個 那這個會留到後面嗎 還是說你等一下塗顏色 就是塗層次 塗一塗它可能就不見了 看那個狀況 嗯 所以就是可能會不見嘛 對不對 現在一天大概都畫多久 都坐在這邊畫 你說整天 嗯 沒事的話 沒事的話 那你能夠說一下幾個鐘頭之類的 讓大家參考嗎 因為有很多人練習 可能會希望具體的說幾個小時 那有時候我不管我怎麼去回答一個同學 都不如一個範例 就是像你就算是一個範例 就是有時候有 以我的例子 我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說我一天畫多久 然後大家跟進 有時候我的狀況不一樣 嗯 那你的話你是幾個鐘頭 幾個鐘頭 嗯 超過 超過 超過八個鐘頭 超過八個鐘頭 但是 不一定效率好啊 現在 有這個問題 嗯 其實八個鐘頭很多啦 其實八個鐘頭很多啦 所以如果要問人家說一天畫多久的 那 來預先是八小時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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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人 可以一天網拍光八小時 他沒辦法畫圖畫八小時 他沒辦法畫圖畫八小時 很累 很累 對 等你這個畫一個段落 戰國娘嗎 對啊可以啊 沒問題啊 那個是草圖跟我討論過的嘛對不對 喔好啊 戰國娘 其實沒有多少進度欸 沒關係 看看再說 這個最大的指標還是無揪的 所以 大家在看喔 預先在畫它沒有精準線條 那線條是在後面完稿階段 同步補下去的 那有很多 可能因為我不是畫日系的 或是我說到 說到 說到死都不會有人相信我 那現在你們看到這個案例 是可以事後去補線條的 那烏舅也常常出來幫忙 幫忙我講這個東西 但是好像大家還是認為 畫日系就是一定要線條 看一下這個例子 沒有精準線一樣畫 這是可以實現的 那先跟你提醒一下 目前你的繪圖的流程 我不敢保證說 在開始接觸到案件之後 你還能夠維持這個流程 有可能流程要改 那我想應該 我所謂的流程是說 你的線條 廠商想看到什麼程度 那如果這一家廠商是那種 很變態那種 就是要看你的經線稿那種 你能秒嗎? 可以 講得非常的勉強 你知道有些在畫那個 像那個誰 先輩他們應該也是 然後 維哥他們 他們有一樁案件的廠商 是一定要交經線稿 那個主管都是應該是 年紀夠大的那種 好像日系不能沒有經線稿 我覺得很多同學 可能也還是以為是這樣 很多的 像 烏鳩在畫的兩家都不看經線稿 嗯 但你有可能 有可能你會遇到啦 先說了 讓你心理 有個心理準備 哇 你現在不只前面的頭髮 你連後面後腦袋都開始畫了 其實 差不多 在 就是 會像這樣子 到一個大概的形 然後再去PS 或是 所以你 你是後面還有規劃PS的那個部分要畫是不是 我是說你 太會切 好 你現在要到Photo了嗎 沒有 我在 拉曲線 好 因為你在拉曲線 我沒有看到你曲線在 在拉些 拉些什麼 他只能 分享那個裡面的 彈出的他不行 哦 好 OK 原來如此 其實到PS也是一樣啊 就跟現在的製作一樣 那你現在是不是 就是說你要示範的 是不是畫的也差不多了 對 好 應該有比較不緊張了吧 我現在很 嘿 放鬆是不是 好 那現在因為你畫的是臉 所以請你把畫面放大 讓在最後定格 給大家看一下 差不多 因為他那個 好 OK 來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那個裕千 在今天 給大家做的示範 好 那再來 剩下的最後 就是請你呢 要不要秀一下 你目前畫的半成品 就算不是戰國也沒關係 要記得存檔 哦 有 那你有聽過其他跟你 就是比較熟的同學 對你的評價嗎 呃 不是從別的地方 好比說他們就直接這樣講 你 那遇見你怎麼樣呢 遇見你個性你是什麼 就是直接說給你聽的那種 嗯 有嗎 沒 沒有 嗯 好沒關係 可以改篇再來再來做個交叉 交叉的訪問 讚姑娘 好我看一下 這一個是 讚姑娘 好 這張你有預計什麼時候要畫完它嗎 嗯 嗯 畫完了 嘿 它 新 新 新年 好 沒問題 可以新年還可以 那 呃 你要記得這個到時候 你在畫這個要同時間要模擬那種修改的需求 嗯 舉例來講說它塗層 像它手上握的那一個鐮刀 嗯 然後它擋著那條腿對不對 有可能要改腿 有可能要改鐮刀 所以你這個塗層 你的你就不能併太多 就是你要保證這些東西都能夠 在修改階段你都可以用 只是說也不要因為這樣 然後塗層量大到你沒辦法處理 嗯 好這個就提醒你一下 那還有別的圖藥給大家看看嗎 我覺得有做那個Live2D之後 拆的會比較 那你要不要開一下 這是跟抹茶的合作 來 有沒有那個 那個動圖給大家看一下 動圖 對啊 Live2D不就是動圖嗎 喔我這邊沒有 都在那邊 都在那邊 好那改天讓 抹茶 我這邊有魔畫的那個 好那開來看看 嗯 請找它上來 喔 我看一下喔 他很想被吻的 我知道 我會找他上來的 來 這樣是可以動的 未來他會動成什麼地方 頭髮 都可以 他都可以拿起來 奇怪 我看到一堆手指頭 那是因為你畫了很多手的動作是不是 喔我鎖起來 對 那個手要不要關幾個掉 因為看起來手這樣抓 欸 很像喔 鎖起來他都不要 我知道這種東西要塗層要留很多 對 然後他都可以裝上來的 哇喔 都可以裝在上面就對了 那這一組畫 對 所以他要怎麼動 你不知道嗎 他最常有鬼 就類似劇本之類的吧 劇本的意思是說 可能他手要有 就要有哪些條件給你 嗯 有 就是我們會先想幾個可動的那種方案 嗯 然後 再依照他需要的 那手要拿東西 然後就會 然後手會動 喔 咦 找一下 太久沒開這個 這個畫 呃 你剛剛有說的這個畫多久嗎 這個 嘿 嗯 這個是第一次拆 那就可以拿東西這樣 嗯 好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一個禮拜也是很快 你知道我們 團隊裡面畫最慢的是誰 韋哥 要讓他弄一堆的話 讓他一個禮拜他會畫到爆桿 那就可以拿起來 好 大概這樣 OK 很漂亮的展示 好 來看完了你的那個 展示示範 然後也有 當然有些東西可能還沒有機會跟你聊到 希望說下次 你 就是有更多範例 然後呢 有可能 假設已經開始安排到接案的部分了 那 畫了一兩個按鍵之後呢 我希望有機會再把你找上來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可以嗎 好 OK 那今天 我現在不緊張了 不緊張了 要結束了你才不緊張 慢了點 沒關係 那就等你下次 那我們 我覺得你下次會有更多內容 更多的準備 那我們就 下次再聊 好不好 好 好 那今天感謝玉謙 那玉謙跟大家打個招呼 OK 時間也夠晚了 晚安 晚安 OK 那謝謝玉謙 那我就這邊我先跟你關掉了 好 OK 來 那今天 我覺得大家應該蠻想看看玉謙示範 也順利的拗到讓他示範了一個範例在那邊 有很多內容 其實有很多他的畫法 其實我不是用這個套路畫 但我看了這我也會有一些觸發 那我覺得包含他 他自己的一些畫圖的經驗 如果未來有機會我再讓他跟大家分享更多 好 那今天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今天大概實況就到這邊 下次 有機會我們再來訪問其他優秀的學員們 OK 那如果你們想看訪問誰 哪個優秀的學員們 你們可以跟我說 我會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以優秀的學長姐 學員們為主 另外一部分就是外面的 跟我熟識的繪師 好比說像T大之類的 那我跟他拉的時間 稍早跟他確定的是可能是一月多 那個時候 靠近我再確認 因為我也蠻久沒有這樣訪問了 好 那有空再聊 好那我們今天實況就先到這 OK 好那大家晚安了 早點休息了 好拜拜